这一阵子的网路上不断在吵翻天的是这一篇分手文 讲的是淡定红茶 那么这当中虽然讲的是男女分手的问题 但是却也意外的让淡定红茶这四个字在网路上爆红 也带给了饮料业者无限的商机 许多饮料店干脆就把传统的泡沫红茶改名叫做淡定红茶 意外的让所有的消费者非常喜爱 不过当然也有业者不声其扰是已经贴出了告示牌 强调他们没有在卖淡定红茶 也希望消费者不要再问了 老板请问你们有卖淡定红茶吗 炎炎夏日饮料店现在最夯的就是这句 老板你们有卖淡定红茶吗 网路上有流行淡定红茶 然后就很多客人来要买那种淡定红茶 我们不知道怎么处理的状况 就设了一个红茶的名字叫淡定红茶 老板像着说最近很多客人上门来都指名 要喝这款淡定红茶 网路的笑点意外也让泡沫红茶 卖得超好 许多饮料店敢搭淡定风潮 传统红茶通通改名叫做淡定红茶 如果有客人要是要求说他要淡定红茶 会做的吗 会 你怎么做 就照我们的公司做 不过也有饮料业者因为淡定风潮不声其扰 受不了民众评评上门 要买菜单上没有的淡定红茶 直接贴书告示 卖通 卖过问了 他就很生气的说你没有卖淡定红茶 很困扰你吗 有的业者脑筋动得快 敢打网路淡定风潮赚一笔 不过也有业者坚持原位 拒绝跟风 态度非常淡定 昨天新闻黄主华 王学色 郑一珍 台北桃园采访报道 最新闻的部分 我们下车的部分